在华尔街的金融圈,李山泉被认为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位华人金融从业者。 他35岁入行,其管理的基金被美国共同基金评级机构连续两年授予五联平均业绩第一的荣誉。 今天,我们与李山泉面对面,聆听其传奇人生背后的故事。 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来对话华尔街老将以及揭秘其人生传奇背后的故事和人生感悟。 您在华尔街可能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被誉为知名度最高的华尔街老将肯定是有一些高招。 那您对您的人生来说呢,大家都觉得是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never了。 被主流社会以及在云云众生的严密,您的人生是非常成功和顺利的。 那您自己怎么认为呢? 我自己觉得是这。 第一,我干的时间久了一些。 就是从经验的角度来说,可能到华尔街时间比较长。 另外一个呢,做这个专业我没怎么换,我一直就做这个。 所以说呢,很多人大概知道我的话呢,就比较多一点。 这是第一个层面。 那么第二个层面呢,说句心里话。 这个你干的时间久嘛, 你的主要的人生的大部分都花费在了华尔街。 于是乎的话呢,就是有很多可能看到的问题啊,层面啊,可能就不太一样。 因为相对来讲就比较专类一点。 那么就个人人生来讲的话呢, 我还是想借用这个当时这个台积电的这个董事长啊, 我记得曾经讲过,就是叫人生十之八九不如意。 实际上怎么讲呢,如果说任何人走过的历史回过头来自己看的话, 都有很多遗憾,或者说有很多值得就是说思考的问题,应当说是不少。 那您对您的人生也还是不太满意吧, 那如果说打一百分的完美人生的话,您对您的人生打多少分? 这个自己给自己打分往往是比较难的, 因为为什么呢,看你这个人的情绪都有周期嘛, 看你如果周期特好的时候,可能你打的那个分数高一点, 等到你正好处于低谷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你打的分数就低一点。 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其实人生吧,永远是一个遇到各式各二的问题, 就说是一个波动的一个过程。 也可能有一段时间,你可能就是说呢,比较得意的时候, 或者说是呢,一切顺利的时候, 你可能就感悟不错。 有的时候其实人生会是遇到各式各二的不顺利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人生好像是考验的话呢, 多余了这个你享受的部分。 实际上我觉得呢,人能够成熟的话呢, 就是你在低谷的时候,你也能够的话呢,正确对待。 你到特别顺利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得意的时候, 也不觉得自明得意。 能够就是说,就是变得就是说, 已经不太受外界的这种过分的人生的波动, 或者环境的影响,影响个人情绪, 这个已经就算比较成熟了。 能做到这点的话呢,我觉得跟年龄有关。 像你们岁数大了以后呢,完全可能做得比我还好, 因为我毕竟经历这么多年经验了。 但是对于您的人生来讲,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历程, 那您现在回过头来看, 在某个点上, 您觉得是您人生的一些重大的转折点, 或者是一个拐点吗? 那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 你会怎么样选择? 这个说来话长了, 这个人生其实最大的转折点, 我个人觉得还是要享受教育。 其实人的一辈子的话呢, 基本上说教育改变一切。 也就是说在我个人的人生经历当中, 比如讲上大学, 这是一个人生的比较大的一个转折点。 上学, 那么到美国来留学, 这个应当说又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那么你所从事的工作, 只是后来通过学习以后, 你进入这个领域以后, 也就是说所谓进了什么行, 你是不是还注意学习? 那么人生我认为最大的转折点的话, 实际上就是学习, 学习, 不断学习。 如果你能把握好学习, 人再不断地提高和进步, 这个我觉得已经就是很知足了。 还有一个转折点呢, 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呢, 就是说, 其实要如果说, 你比如讲, 如果说你的整个的职业生涯, 重新来一次, 你会怎么做? 那也可能的话呢, 我可能会选择去创业啊, 去创新, 但是我正好赶上那个年代呢, 第一, 好像也不太新这个, 第二呢, 我个人天性可能就比较胆小, 适合在一个大公司里就这么做, 一直就这么做下来了, 我并没有想到像现在年轻人, 很年轻, 大家就想去创业, 干一番事业, 我如果赶上这个时代, 所以说我经常讲的, 说时代的话呢, 应当说对人的影响很大, 如果我赶上这个时代的话呢, 我可能也就想我自己创业, 我自己要来一把, 是吧? 但其实我们知道您是, 当时35岁了, 才开始出自涉足到金融业的, 那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勇气啊, 去改变您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事业的途径, 那个年代不太一样, 那个年代的话呢, 其实华尔街的话呢, 就是一个行业而已, 因为那个时候我到华尔街的时候, 华尔街的华人并不是很多, 相对来讲比较少, 而且那个时候作为技术来讲, 就是绝没有像现在, 技术这么发达, 那个时候信息的这个传播速度和这个技术的水平, 相对来讲都比较低, 比较差, 并不是说这个像现在这样子, 也就是说我经常跟很多年轻人讲, 如果让我现在去找工作, 说不定连工作也找不见, 为什么呢? 现在的华尔街的竞争性比原来强多了, 也就是说大量的, 这个不只是我们华人自己, 包括就是说很多年轻人, 想到华尔街来就是说这个就业啊, 或者说从事这个行业啊, 人越来越多, 所以说呢, 这个应当说这个行业的变化, 基本上跟我入行的时候不能同日而语,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说这是个现实, 我希望很多年轻人也是要认识到这个现实, 那其实就是说您的记忆也是整个时代, 就是刚好赶上这个时代, 发生了您整个人生轨迹的一个变化, 顺应的时代的潮流, 那您觉得这个外界的环境是一方面, 在内在来说, 您觉得人生的这个什么方面的性格因素, 是导致人成功的要素呢? 我觉得其实吧, 最最最最基本的东西, 我刚才已经说过, 第一你要注意学习, 就是说不断地学习, 你经常要问问自己, 我这一年或者下来, 或者说我这一个礼拜, 我到底学了什么新东西, 有没有提高? 这个是第一步, 对,要学习,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说呢, 要善于坚持, 就是说坚持自己认为是对的东西, 要善于坚持, 不要换来换去, 因为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的, 容易这山望着那山高, 其实呢, 我个人觉得呢, 行行出状元, 不管你做什么, 你只要是愿意把这一行做精, 你就应该能够会做出一番天地了, 当然说你选的这个行呢, 应当审视自己, 说适不适合, 对你自己是不是适合, 因为有些人的话呢,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呢, 就是在判断环境和判断自我的时候, 发生了偏差, 就是说你自己本来不适合这个, 你非要认为别人做这个好, 我一定也要做这个, 这就错了, 其实我认为的话呢, 就是说你要选一个东西, 适合你个人的特点, 也就是说认识你自己, 同时呢, 把你自己放到这个大环境当中去, 你能够认识自己的基础上, 认识这个环境, 把你自己放到这个环境里头去, 你才能够呢, 选对了一个行业, 能够坚持下去, 做上一些年之后, 你才会有结果, 其实任何事情都是一样, 想短期, 短时间内, 打个什么短平快, 这个基本上就不存在, 因为这个, 应当说人的这个智力水平啊, 都差不多, 知识结构呢, 也差不多, 任何人你要想超出, 你的就是说Pears, 也就是说要超出你这个, 这个这个跟你一样的人的背景的人, 那么你肯定, 你的知识积累需要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的话呢, 因人而异, 但是呢, 总体上来说, 短时间内, 你想一下子怎么样, 只能说是个幸运的成分, 你不可能就是说呢, 好像就是说呢, 啥事你都是短时间内, 一下子就是我们经常讲, 短时间内一下子抱个大金娃娃, 那么这种事情有, 但是实在是太少太少, 要想干成点事呢, 一般都得要通过很长时间的积累, 这个才可以。 那您就是说要不断地学习, 要坚持下去, 然后呢, 要积累, 要有一个长久的持之以恒的过程, 然后还是要正确地来, 了解自己, 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向和工作, 这是您觉得成功的一些几大要素。 就是说要善于, 就是在你善于分析自己的基础上边的话呢, 就是你在坚持一个领域的时候, 同时呢, 要善于呢, 就是说发现与众不同的东西, 因为的话呢, 如果都是大陆货, 那么你肯定就不一样, 就是你就陷入了, 跟这个行业, 跟其他人没有区别, 你如果想做得更好的话呢, 你一定要发现了一些东西, 别人还没有发现,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经常讲的, 为什么经常讲说创新创新, 讲来讲去创新, 就是你要有所发现, 这个发现的是别人还没有发现的东西, 这个你才能够就是说有所成功, 否则你根本就不可能, 为什么呢, 人家都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 你在后的只是一个学, 也就是说咱们中国人经常讲, 你无非就是个copycat而已, 就是说人家做好了, 你跟着学而已, 你如果想说比人家做得还好, 那你肯定是在人家基础上面, 要有所不同, 这个才是关键, 说到创新, 我们现在也知道, 当下沸沸扬扬讨论的, 区块链的技术和这个比特币, 那像这种, 他们有的人说, 区块链是当下既信息, 争气什么互联网之后的, 一大技术新的潮流, 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 您怎么看, 任何一个新技术出来的时候, 肯定是有一帮就是很热衷的人, 在推这个东西, 而且的话, 有些东西肯定是能够代表未来, 至于说, 多长时间能够被普罗大众所接受, 在社会上成为主流, 这个还要看这个行业本身的发展, 因为的话呢, 很多搞技术的, 就是搞技术的话, 容易陷入什么呢, 陷入对技术的中外, 实际上呢, 一个行业的发展的话呢, 单纯技术是不行的, 比如讲它要靠法规, 靠经济规律, 能不能赚到钱等等, 一系列的问题, 社会的普遍的认知, 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平, 你比如讲以比特币为例, 比特币的话也是一样, 开始的时候, 如果你在网上这么玩一玩, 就是说呢, 普通人之间做做交易, 这是可以的, 因为你用的是这种区块链的技术, 但是如果说, 想真正的要把它变成一个货币, 让这个比特币成为一种真正的取代, 其他货币的东西, 这个恐怕就有点过分乐观了, 为什么呢, 因为货币本身, 它是一个金融范畴, 政府一定要替它背书, 因为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货币, 说这个东西称其为货币, 是个legal tender, 没有政府替它背书就可以的, 目前还没有, 除了黄金以外, 黄金本身来说, 经过几千年的检验, 黄金的话呢, 应当说是一种货币, 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 目前暂时没有任何的其他东西, 能够取代, 说这个东西呢, 不需要政府背书, 就是货币, 基本上不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各个国家央行, 基本上对比特币呢, 持一个乐观态度, 但是呢, 你要问他, 说这个东西是不是, 他要大范围的支持, 就推行, 暂时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为什么呢, 他要通过立法, 通过普通消费者的认可, 安全上边的承诺, 在经济上边, 对经济总体的影响, 会不会带来震撼, 也就是说, 不可能因为你比特币的, 这个, 把它成为货币了, 突然间, 发生了一场金融危机, 是因为你比特币闹的, 那就麻烦了, 所以说呢, 这个问题的话呢, 恐怕呢, 需要的时间, 要比大家想象的长很多, 不是那么说, 很快说有人用, 这个东西就成货币了, 那不可能, 你往下炒一炒呢, 绝对没有问题, 还会有大量人投, 因为这种东西, 你想啊, 它是个新生事物, 全球范围内, 不要那么多, 几十亿人口, 如果不要多呀, 有个, 就是一两千万人, 玩这个比特币, 这就是个很大市场, 所以说, 这就为什么, 比特币能炒得很高, 因为它毕竟呢, 量有限, 所以说, 按照供需矛盾来分析的话呢, 产生的不多, 需求量大, 所以说那个价格的话呢, 涨起来就疯涨, 当然说, 有些人要套现的话呢, 卖起来往下跌, 也很厉害, 毕竟是华尔街的老将哈, 对这个华尔街, 有资深的经验积累, 给我们很多的建议, 那您觉得, 像对现在来的这些留学生, 他们也很想去华尔街, 就是试一下自己的建, 您是三十年磨一件了, 那您给这些留学生们, 您有什么建议呢? 留学生我觉得也是一样, 就是说呢, 我个人认为的话呢, 美国的机会永远在那, 只是呢, 就是说呢, 现在的机会跟过去呢, 可能有很大差别, 每个人只要有志于, 想到华尔街来历练一下, 我觉得呢, 应该说积极寻找, 因为华尔街的机会, 相比较而言的话呢, 永远有机会, 只是呢, 谁能拿到, 或者说是呢, 你个人的什么样的素质, 拿到什么样的机会而已, 并不是说, 是, 找工作的话呢, 相对来讲难度很大, 找工作我们经常讲, 这个比找学校还难, 现实来说也是这样, 我当时读书的时候也是这样, 找工作可能比找学校, 可能还要难, 特别是要想找到一个称心的工作的话, 这个难度应当说是很大, 为什么呢, 华尔街吸引那么多人来, 那么要求你竞争性就强啊, 所以说呢, 你在竞争, 你跟你的皮尔在竞争, 也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容纳了大量的人才, 你如果来了之后呢, 能够勇于竞争, 很难说你就不是那个出类拔萃的, 你就完全有可能拿到, 我认为的话呢, 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永远相信, 后边的年轻人, 肯定比我们这一代要做的好多了, 毫无疑问的, 那这么多年的人生的打拼, 您当时从中国来到美国, 现在回顾您的女美的人生, 三十多年前, 您在这个出国的时候, 现在您想想, 您现在有什么样的感慨? 哎呀, 我个人没有太多的感慨, 只有一点, 我就觉得呢, 就是说, 这个三十年过去了, 现在出国的留学生, 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 我们那时候呢, 国家还很穷, 相比较而言, 发达成都也很低, 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且中国在现代科学技术, 在种种领域里边, 已经说, 这个可以说在世界上很有竞争力, 现在的人也不一样, 我们那时候出国留学的话呢, 讲句心里话, 一个是呢, 相比较而言比较穷, 没有像现在的学生们, 经济基础要比我们好多了, 这是第一, 第二个的话呢, 知识结构也不一样, 现在出国留学生的话呢, 很年轻, 一口流利的英语, 比我们不知好了多少倍, 竞争力的话, 应该到说比我们那时候也强了很多, 再有一个呢, 现在出国的留学生已经不像那个时候, 说好像缺资本, 中国已经不缺资本, 人家有的还不愿意去跟人打工, 找工作, 那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事, 现在人家讲我要自己创业, 自己当老板, 所以说很多年轻人呢, 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两回事了, 社会变了, 应当说三十年的话呢, 中国美国力量的消长,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这点上还是要现实一点, 认识到呢, 这一代的年轻人, 尤其是中国来的这些年轻人, 跟我们那一代, 天壤之别, 很不一样。 那现在您回顾您的这一生, 又比看着时代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您觉得说, 可以给我们用一些简单的征言来总结一下, 您这一生的, 最发自感慨的一些话语?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人要有信心, 现在年轻人呢就是, 这个, 我记得那个时候, 人们经常讲嘛, 这个话, 这个自信呢, 实际上就是说呢, 其实这个一个人也好, 要干成点事也好, 要有自信, 要有信心, 相信的话呢, 自己能做得更好, 而且这个对国家, 不管是对个人, 其实都是一样, 你有信心, 才能够干一番大事,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 大概这个话是谁说的, 江青说的吧, 叫什么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水急三千里, 还是毛主席说的, 应该是, 忘了, 反正他们俩一个人说的吧, 所以说呢, 人要自信, 自信就能够做成各种事情, 毫无疑问, 可是我觉得自信也是要有基础的, 像你有这种, 先天的这个性格和知识的积累, 以及这个方面的条件, 你才能够自信的起来的, 不是人人都能盲目自信的, 这个是一个互动过程, 也就是说你个人呢, 随着年龄增长, 随着你本事的增加, 其实我认为的话呢, 自信本身来说的话呢, 就是说, 中国有句俗话讲啊, 义高人胆大, 所以说呢, 这两者是相辅相成, 你提高你个人的本领之后, 你自信心就来了, 如果你没有就是说什么本事呢, 完了之后就是盲目, 就是上来就自信, 那是盲目自信, 因为你自己的话呢, 就是还不够那个水平, 所以说这两者应当说是相辅相成的, 人要提高自己本事, 与此同时要自信, 这两者相互影响, 这叫正反馈, 你只有做成了一件事以后, 相信我能做好这件事, 于是乎呢, 使你的信心增长了, 如果说是你没有那个本领, 这个事做不成失败了, 那肯定对自信心受到打击就, 在这个时候呢, 更需要相信自己通过学习, 通过提高, 能够把事情做好, 所以说呢, 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那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 您给我们提出来的这些 人生经历的总结和感悟, 您在华尔街三十连膜一见, 那这种不断地学习, 提高自己, 然后形成一种自信的风格, 特色, 我想这是您一个人生, 给我们最大的感悟, 我希望的话呢, 就是我讲的东西, 只是我个人的经验, 对我自己适合, 我希望呢, 不要误导大家, 任何听众啊, 观众啊, 听到我讲的东西, 用自己的这个体会, 或自己的逻辑, 分析一下, 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的话呢, 最好, 如果没有道理的话呢, 千万不要被我所讲的误导, 谢谢您, 谢谢您大类高手提供的真言, 我想大家还是会独立思考和判断的, 谢谢。 谢谢。